金星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八个字力挺李文 不仅彻底扯下好声音的遮羞布 也把蓝牌推上了风口浪尖 黄泽鹏更是堵上了自己的演艺圈前途 发聊天记录石锤好声音 节目组就是在针对李文 如果不是李文这段生前的录音曝光 蓝牌在一些所谓公平节目上所做的骚操作 还不会引发重怒 李文生前曾经作为接棒导师 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录制 刚开始参加这档节目的时候 李文天真的以为这档节目是公平公正公开的 就是为了给怀有梦想的歌手 一个可以展现自己的舞台 没想到参加节目以后 才发现学员的晋级是有内定的 在李文的录音中 质疑了77分的学员都可以有第二次机会 而他带队的88分学员都无法拥有第二次机会 在李文让导演组给出一个说法的时候 导演组甚至直接告知李文 赛制是节目组规定的 导师的抗议是无效的 给李文气得不轻 蓝台除了赛制不公以外 还出现欺压勇于发声的李文的情况 李文为学员争取公平竞争的机会的行为 被蓝台视为眼中钉 所以蓝台在安排李文和好声音学员 站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故意让同台的学员 没办法扶住有脚伤无法长久站立的李文 导致李文在开场后不久就跌坐在舞台上 表情痛苦地完成了整首歌的表演 而蓝台也达到了侮辱李文的目的 让人感到十分气愤 可恶的是 在李文这段生前录音曝光以后 蓝台还在嘴硬录音室经过了剪辑才公布的 这并不是事实的真相 同时安排人在网上撤热搜 让很多网友都无法听到 李文生前这段录音的控诉 在李文之前 金星早就炮轰过蓝台的制作人和导演是流氓 这帮负责浙江卫视的完全是个流氓 他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提升蓝台的收视率 比如挖参加节目录人嘉宾的隐私 看看别人是不是离异家庭 有没有什么不道德行为等等 用嘉宾的隐私做噱头 吸引观众的关注 因此金星说蓝台的内部十分混乱 而他不愿意趟这趟浑水 所以对蓝台的工作邀约一直是拒绝的 唯有可烦倾听的制作人曹启泰的盛情邀请 让金星无法拒绝 金星才会破例答应参加该节目的录制 原历在参加演员的诞生以后 被蓝台恶意剪辑变成一个疯子 也曾经炮轰蓝台要求蓝台给一个说法 最后确实石沉大海 蓝台各个节目的运转和制作制度显然是存在问题的 可是蓝台不以为然 出了事就知道花钱撤热搜 认为撤了热搜就可以捂住广大群众的嘴巴 这样的做法在过去也许是行得通的 但是在蓝台出现越来越多问题的今天 却已经无法行得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看见在蓝台出过世的明星 才明白无良节目简直是在草间人命 为了热度不择手段 把嘉宾的生命当儿戏 就连帮李文发声怒对好声音的博主 都会遭到威胁 如果没有蓝台对节目安全工作准备的疏忽 也不会有高以翔和士小龙助理离世惨剧的出现 《追我吧》是一档高强度运动的综艺节目 高以翔就是在这档节目录制的过程中猝死的 大家都知道 连续的高强度运动 很容易让人的身体出现问题 高以翔的体格虽然健壮 也难以承受连续几天几夜的高强度录制 最后死在了节目的录制现场 让人不胜唏嘘 高以翔的死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最终的话题方向却被有心人网易人士高危职业引了过去 鲜少有媒体追着安全工作准备不足的蓝台 虽然话题引流的始作俑者不知道是不是蓝台 但是话题被引流以后 最大的获益者绝对是蓝台 如果高以翔发病的现场 能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及时进行救治 高以翔可能还有被挽救回来的机会 可是蓝台在录制如此高强度运动的节目时 根本没有配备专业的医疗团队 导致高以翔因为延误救治而死 蓝台就应该为此负上责任 高以翔猝死事件已经过去了四年 蓝台还是那个蓝台 相关节目的录制依然在进行 在高以翔于节目录制过程中猝死之前 蓝台的节目录制过程在早就闹出过人命 是小龙一名18岁的助理 曾经在陪伴是小龙录制星跳跃 该名助理因为录制节目的过程中 在现场玩耍不慎入水 挣扎了许久现场无人发现 甚至没有任何救人的行动出现 导致该名助理直接溺亡 可怜这名助理去世的时候只有18岁 正处于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就这样告别了人世间 其家人肯定也十分痛苦 有这样的悲惨过往在前 蓝台却没有加强各当游戏竞技类节目的安全性 甚至在2019年重复出现 节目录制过程中出人命的悲剧 还在2023年的今天出现 赵丽颖差点溺亡的惨剧 蓝台到底是不长记性 还是不拿人命当命 也许是小龙助理的死亡影响力不够 可是高以翔这么大一明星 在节目中死亡 也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吗 蓝台既然无法做好 节目录制的安全准备工作 相关的节目就应该停止录制 而蓝台可以在 不管大众强烈呼吁的情况下 依然录制安全性极低的节目 除了是蓝台就继续采用 无嘴巴的方式 让事件的热度自己慢慢消退 事后就像没事发生那样 继续安排节目开始新的录制 如果继续纵蓝台 以这种方式录制节目 未来受害的明星和嘉宾 肯定会越来越多 出的事也会越来越严重 在人均自媒体的年代 蓝台想要无嘴全世界 几乎是不可能的 湖南台已经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进行了内部整顿 而节目制作制度和人事制度 更加混乱的蓝台 更应该尽早进行整顿 把相关的节目黑幕和安全准备工作 都进行更改 这样观众看节目的时候 才能看得安心放心 不至于看个节目 还要为自己喜欢的明星嘉宾提心掉的